本土的病例有56例 那这个阴转阳有8例 境外移入107例 台湾本土疫情遍地开花 针对这波疫情 陈时中指出 个案多又散发 尤其基隆的传播链 至今为止已经有68人确诊 目前没有收敛 要非常提高警觉 有多个地方不同的场域 还有学校 国中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致上这个案子 还没有收敛 那要非常要提高警觉的一个案例 初步疫调发现 基隆有四个与小吃店 同类型场域出现确诊者 而相关小吃店营业类型较特殊 加上当地疫情已经蔓延一段时间 陈时中亲自到基隆试查时 就下达指示 要基隆实施类谱筛 不过并不会针对基隆社区收紧防疫 基隆里面当然他们会有一些 譬如是在探病 看病这段时间的 可能都会有一些加盐的措施 但不会对整体社区的行为来做限制 那基隆现况我觉得还要过个两三天吧 才能够比较掌握得住 本土持续疫情升温 除了基隆群聚延烧 新北中和公寓群聚也有非同栋大楼的足迹相关确诊者 周三新增56例确诊 其中基隆新增13例 而新北树林科技厂增加6例 中和公寓相关有6例 大潭电厂相关有12例 高雄化工厂多1例 台东群聚又有两人确诊 此外零星的个案与群聚新增9例 而最新通报刚开始疫调的有7例 至于有学者认为 随着第二剂疫苗保护力降低 台湾4月可能面临又一波疫情 陈时中回应 疫苗大家的共识都知道 就是说它对于就是说 被传染到或传播给人 并没有那么绝对的效力 不过对于重症跟避免死亡 是有绝对的效力在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 黄雁玲台湾台北报导